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 各位 这个盘式的发展就如同我 在盘中接受访问的时候 预估的一模一样 今天的量大概就是1700到1800 尾盘就是1776亿 那整个的一个盘式不管如何 就是一个强势的高档整理 也就是空单那么多不会给你下来 我昨天也是这样跟你讲的 昨天大盘不是跌了121点吗 尾盘小跌42点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看今天只要美国股市稍微涨一下 台股就热络成这样 你还要再去压空吗 各位 所以我跟各位讲 整个的一个盘面上 你要好好的一个珍惜 因为美国股市如果都跌不下去 大概就不会有股市跌了 各位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就看今天晚上的CPI 美股再怎么反应 因为美股昨天拉仗有一点异常 照道理应该是 今天的CPI假设这个利空不跌 拉上去就好 结果他提前一天发动 可能是要给那一些大谋 因为很多投行是看空美股 把他洗脸 所以接下来要好好把握 不管如何先把蔡老师的祝福 放在你心里 中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盘面上每天都有传达讯息出来 你一定要充分的了解 你不了解的话 你就是在做赌博的事情 那不会赢 你如果了解的话 那才是投资 各位知道 昨天2月13号礼拜一大盘 最低跌121点 然后中场如我预估的跌势收链 但是一开盘的这个动作 叫做外资的一个卖压 外资卖压有一点加剧 那得出结论我对 外资的卖压果然是卖50亿到70亿左右 三点钟之道 跌了整个外资卖压卖了54亿 是好来 我一直跟你讲说 台股幕后的黑手是借券大户 不管是谁 反正我认为这是借券大户 好不好 昨天是连续第二天 借券微幅的增加 每天都增加1万多张 没有决定性的力量 各位也就是你看 2月份基本上已经回补了53万3000多张 你2月10号上礼拜五跟昨天2月13号 你纵使借券微幅的增加也不到3万张的水平 2万9000多张 493张 各位是不是影响完全都不会有影响 所以得出结论就是什么 你看看昨天的一个新台币是连续第8天的一个贬值 再加上开盘的时候是连续的下杀 所以外资的卖压 才卖54亿 所以外资也顶多卖这样就好 那你看今天早上除了美国股市反弹 你看不懂之外 那美元你看得懂吗 你看 也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美元 各位冲不上去 冲不上去 对不对 黑K 对不对 由升值变贬值 这是今天早上的美元 那你就知道今天礼拜二 亚洲股会市是受益的 2月14号今天 南韩也开高 日经也开高 上海也开高 香港恒升也开高 中间震荡那在反映 反正开盘一瞬间 就是反映今天早上的美国股会市的一个什么 一个变化 合理嘛 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看 道琼涨 科技股涨 费办涨 是 那台湾股市呢 各位 其实近期以来连续8天贬值 外资也没卖多少 昨天卖最多卖了54亿 那今天 今天新台币变升值了 一早就升值了 所以应该是结束 8天的一个贬值了 各位是不是 那你看今天一早 美国这样在涨 到底有什么消息 我看这一条消息 最健康 国际货币基金会 IMF的总裁 他说全球景气会更加的乐观 各位 包括美国会躲过衰退 通膨会回落 今年会看到货币紧缩的终点 欧盟也上修 今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 当然好嘛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最后升值 你就把它定义为 就是两码就好了啦 那如果只升值一码 那也算是 结束了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不用去想那么多啦 反正美国股市长就代表 这个利空 大概都已经 日后会被人家当成 不当一回事了 这个不会再有影响力了 各位你知道 所以今天这个台湾股市 开高震荡之后 走高 尾盘涨110点 盘中最高涨125点 是再创近期新高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 你看近期 那一些融资增加 竟然都去买 元大台湾50反一 这一定是散户的杰作 所以你看大盘才会金金涨 这还是双嘎 嘎散户空手 嘎大户空单 所以整个盘要转弱 请你把1月30号 农历年开红盘的 这个缺口跌下来再说 否则的话 当然是多方看待 各位是不是 绝对的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台币 一早就升值了一个四分 接近五分左右 下午是两点开始 两点到四点 看看会不会再加速升值 因为看起来 美元好像目前来看 还会再持续走落 加油 昨天的一个台积电 算是一个跌势比较深 各位是不是 昨天盘中最低跌了一个七块钱 但是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 台积电依旧是一个强势的一个什么 一个多方形态做震荡 因为目前在等到底巴菲特 手上的台积电有没有卖掉 全市场的外资都在看 今天一早大家是看到索罗斯 其实我也有觉得 市场有一点偏袒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索罗斯 他申报的这个13F没有台积电 也就是说索罗斯去年第三季有买台积电 他这个时候展现的这个上一季的13F 也就是说这个报表里面已经没有台积电了 但是市场忽略这一环 不做文章 那希望如你们的意 我也希望台积电加油 昨天台积电盘中最低跌了一个七块 外资也没卖多少 对不对 外资才卖1674张 所以今天的一个台积电 2月14号最高546 收盘545 基本上没有创新高 但是还是强势 不能说他弱势 那就看看今天 看看是不是巴菲特的一个消息出来了 好不好 因为巴菲特播客下 在2月15号之前要公布新一季的一个什么 应该是上一季 怎么会讲新一季 这不对 就是去年第四季的一个持股明细 美国退休基金是卖了 那我刚刚跟你讲巴菲特那个也是卖了 因为现在已经收盘了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晚报 还是明天早报会补出来 不过很明显的是有一点偏谈 因为我们政府手上 所有的基金大概持股都超过三成的就是台积电 所以不希望台积电跌 各位你知道吗 政策当然用心良苦 希望政策也要加油 不要再让全民亏损了 好不好 台积电原月份营收重返2000亿 月增年增双增 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小利多 但是也没办法支撑它第二季多好 各位你知道 所以包括二月份三月份跟四五六月基本上还是看不好的 只有这个原月份还可以看而已 所以台积电加油台股加油 那我一直跟你讲的 嘎散户空手是什么 是联电 嘎大物空单是什么 是创意 各位联电从1月17号就要跟你讲 对不对 你看联电其实 1月17号那时候45.95 晚上再跟你介绍 对不对 金元代工 是吧 联电到2月10号上礼拜五 来到51块2波段新高 昨天压回来也有长下引线 但是你看看 基本上昨天外资还是卖了一万三千多张 只不过我跟各位讲的是这个 散户为什么空手因为融资一直减 昨天又减少了1392张联电的持股 所以说连续19天减少 所以筹码面依旧有利联电持续走强 各位是吧 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一个联电涨势就比台积电淋利多了 因为融资一直减 各位 而且我昨天也跟各位讲什么 我说希望这个成真叫做融券回补槽 4月底之前 好不好 股东汇钱要强制执行 融券要回补 那你联电的卷支比44% 各位对不对 所以可以正面期待 你不用期待台积电軋空 那比较困难 对不对 那另外这一颗高价股的軋空 我当然是觉得看创意 各位是不是 创意虽然元月份的营收没有续创新高 但是还是不错 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整理 对不对 这一波最高来到988 之前蔡老师IP股跟你讲创意的时候才500多块 有没有 所以说价散户空手价大户空单 一直到今天台湾股市再创波段新高 完全的验证 各位难道不是吗 我昨天跟你讲说你要留意1605的一个华星 因为昨天量能急缩 没什么明显的一个主轴 对不对 但是昨天的一个华星稍微有一点羊角上空 不晓得是不是听到蔡老师的一个解盘 那得出结论是什么 外资买了 外资结束了一个五天的卖超 华星 随便转为买超 买了将近4000张 那今天一早的时候 1605的一个华星蛮强势的 54块4 算是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它搭配的当然是元月份 淡季不淡 各位营收双征 这个也是超乎法人预期 各位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宾涅它是提前量产 各位华星集团 这上礼拜四晚上跟你讲的 各位是不是1605 有吧 是吧 所以包括MSCI 2月24号要调整 华星升最多 1605 营收双征 各位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不要等大盘涨300点400点 你还讲说哪一些个股可以买 你应该早就要布局好了 各位 所以蔡老师盘中收盘前以及盘后 为什么都要这么的辛苦 这么样的一个呈现专业给你看 我就希望你随时都要把握好 行情给你的一个什么 投资的一个好机会 所以不管你是喜欢YouTube Lite TG网站 看蔡老师的影片 只要搜寻品 封品封大中华 全部都有 好吧 YouTube直接加一加一劳永逸 点击订阅 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是你对蔡老师的尊重 懂了 所以希望你一定要把信心建立在对的事物上 更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直接守在球门前面 守候在价值区 好的个股 蔡老师会研究完直接传球给你 你就直接下单去获利 直接进所谓的一个起脚射门就对了 各位直接就得分了 各位 所以2023年要怎么操作台股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官 回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一言新帮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感谢曾伟 台股今天再涨了110点 这个是七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 甚至于说从这个1月30号 这个农历年新春开宏盘以来 股市目前也是持续的一个上攻 所以同学朋友你要不要好好的一个珍惜 我不知道 因为看起来数据是散户不珍惜 因为散户放空的居多 所以这个大盘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利空 跌势通通有限 是如此 那关键是 借券也一直都在回补 各位所以说从昨天跟上礼拜五 他们微幅增加这个1万多张 那个也没影响性 不然的话就是今天 涨110点 结果借券增加了20万张 那我才会相信大户转空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是有决定性力量的大户 否则的话纵使量能萎缩 也是给业内好机会 因为业内可以上下起手 所以各位好好把握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这个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台股多空无偿市 产业选股见真章 昨天大盘跌42点 也是蔡老师给你打气加油 今天大盘涨110点 那你也不要期待说明天再涨110点 我当然希望每天都涨110点 但是没必要 你只要去找到好的股票 赶快去持有这样就好了 因为市场自然会去点将跟点兵 各位你知道 就像2014的一个中红 各位 这些都是一些防御型的一个题材 昨天在市场没有主轴之下 蔡老师来跟你点火 也真的点火 各位 因为他圆月营收 还真的有可取之处 越增 你中红还越减15% 所以昨天中红拉上去 对不对 那蔡老师假包话说没意义 有没有法人根 当然要有法人根 所以昨天你看到数据 真的是 外资买 投信买 自行商买 三大法人齐买 所以蔡老师讲的 如果是烂股票的话 三大法人会跟进吗 不可能 是不是 所以你看2014的一个中红 今天已经来到29.05 中红虽然落后 但是也不错 31.6 这一根长红都要突破前高的 那有没有机会随时 各位 这随时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烂的时间已经过了 各位是不是 春燕归来 是不是 你再看看我上礼拜三 2月8号 晚上6点57分 我跟你研究什么 手机新品稳定 它的成长动能双红 那时候叠1.5 你看看这里 散热模组 建策双红 齐红跟励志 我跟你讲双红 对不对 163.5 是不是 我说双红今年要拼成长 有没有 是吧 包括今年的一个成本支出 11亿 去年才6亿 成长了83% 然后呢 毛利率还要比去年还要来得好 我研究的这些东西 说穿了 你在今天双红创新高 你一定觉得自至千金 对不对 其实我告诉你 数不完 因为蔡老师一个礼拜 都跟你要一定要绞尽脑枝 介绍出四支好的股票 而且一定都要是法人股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双红 最高拉到172.5 涨停是173.5 双红 那上礼拜呢 上礼拜才163.5 是吧 各位是不是 有没有 近期新高 3324 有没有 所以我相信故事这样发展才精彩 对不对 你再来看看什么 联勇3034 蔡老师12月份跟你讲面板驱动IC的一个联勇 那时候跌9块 300块的联勇 你会相信吗 大部分的人通通不会相信 因为大部分的人通通都是追价型的 都要是那一种涨停 或者是你跟着老师一天到晚不限价 一天到晚叫你赶快试驾追 所以一追到涨停之后明天就开始跌了 各位有没有 比比皆是 你去问问同业都这样 都是追价型的 各位蔡老师不这么干 我跟你讲联勇300块跌9块 对不对 今天的联勇 我写的时候还398尾盘398.5 再冲波段新高 各位 398.5 各位你来看看 你要的是这样研究功力的老师 不是带领你追价 追价不用老师 你随便设飞标都可以追价 不要去追到跌停板就好了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看中芯店 当时跟你讲除能系统中芯店55块 今天的一个中芯店 1513 一样波段新高 84块7 而且它圆月营收 也是营收双征 各位是不是 餐饮股我喜欢王品 跟八方云集 对不对 是吧 2727 连锁餐厅王品 对不对 你看看 去年年底跟你讲 今年王品成立30年 重返荣耀 你看走出黑暗迎接曙光 那时候的王品136 各位有没有 是吧 我这是验证型的节目 你今天来看验证就知道 2727王品 今天219 是不是 有吧 136嘛 对不对 219 各位有没有 而且它圆月营收 还是营收新高 它搭配波段新高 也是合情合理 各位是不是 所以下一档的王品 你要不要 下一档的中芯店 你要不要 下一档的联勇 下一档的双红 我都准备好给你 各位 所以蔡老师 也希望你 赶快来我这边 好不好 让我盘中 收盘前 已经盘完后 24小时保护你 蔡老师所有的产业面介绍 都分散在网路上 你自己搜寻 自己点击订阅就好了 所以我在那边 跟各位打气加油 最简单的一个获利方式 就是你直接在球门 等候蔡老师传球给你 会长的股票 是蔡老师的学员 我自然会发送到 你的手机上 你就这样下单就对了 所以2023年 要怎么样投资台股获利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 蔡老师的讯息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政委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各比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